欢迎来到中国新闻 我是徐伟林 现在关心新闻提要 这是美国总统川普对华为的态度软化吗 媒体指出美国财长敦促美国企业申请豁免继续向华为供货 另外22国联合呼吁中国关闭新疆集中营 而斯洛伐克女总统昨天会见中国外长王毅 也首度批评中国的人权记录 那么卷入香港无线电视TVB广告风波的宝矿力饮料制造商 昨天晚上发表声明来致歉 不过也遭到不少中国人开始抵制 待会来关心 中国在等川普下台吗 有专家就说中国恐怕错估了美国政治 马上进入重点新闻 新闻一开始我们就来关心 根据美国华尔街日报的报道指出 美国财长姆努钦近日敦促华为技术公司的美国供应商 向美国当局来申请豁免 不受黑名单的限制可以继续向华为来供应零部件 而外界认为这个举动反映川普政府对华为的强硬立场 近期出现逆转 香港经济日报引述华尔街日报报道指出 5月美国商务部以国家安全担忧为由 将华油列入实体名单 美国企业在没有许阔的许可的情况之下 不能够向华为来供货 但是有不少美国供应商认为 商务部针对华为的行动会适得其反 美国官员目前认为 要与中国达成贸易协议仍然存在分歧 而华为被美国压制 已经成为中美贸易谈判的绊脚石 华尔街日报引述知情人士透露 美国财长姆努钦近日敦促 华为技术公司的美国供应商 向美国当局来申请豁免 以不受黑名单限制 可以继续向这间中国电讯设备的巨头 供应零部件等等 这个举动被指出是反映川普政府 对华为的强硬立场 近期出现了逆转 不过美国财政部发言人克劳利 驳斥了关于姆努钦 主张华为供应商采取行动的说法 克劳利表示 姆努钦经常与私营部门企业的 首席执行长来交谈 他从未敦促任何企业 在华为问题上采取任何行动 根据其中一位熟悉姆努钦相关活动的 知情人士透露 美国财政部之前就没有直接参与 确定黑名单的范围 这些事项涉及国家安全方面的流程 之前也是由美国商务部所负责的 但是姆努钦经常与一系列 受到中美贸易紧张局势冲击的公司来接触 姆努钦的行动值得注意 另外根据人权组织揭露 在新疆有超过100万维吾尔 以及其他穆斯林被集中关押起来 现在联合国人权委员会22个成员国 呼吁中国要关闭新疆维吾尔人集中营 而鲜少有政治人物批评中国人权的斯洛伐克 新任女总统卡普托瓦 昨天会见中国外长王毅的时候 以首度来批评中国的人权记录 综合媒体指出 东欧国家一直渴求中国投资 政治人物极少会批评中国的言论自由记录 以及对付宗教与少数民族的手法 斯洛伐克上个月才刚就任的女总统卡普托瓦 本身是一名自由派律师也是政治素人 他在争取人权与环保议题方面的努力 为他迎来不少支持 他与王毅会面之后 在官方脸书网页发表声明说 本着欧盟的共同政策 对中国日益恶劣的人权保障 拘留律师以及人权分子的做法 以及宗教人士与少数民族的近况表示忧虑 另外法新社路透社援引外交渠道消息指出 22国大使昨天联合签署一封信件 在信中他们要求中国放弃大规模 关押中国少数民族穆斯林的行动 同时也呼吁中国在本国在新疆遵守国际义务 应该遵守人类的基本自由权利 包括宗教以及信仰自由 不过这封联署信并不包括美国 美国在一年前退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 一名欧洲高级外交官评论认为 这是多国第一次针对新疆问题的集体质问 另外一名外交官则是补充 这是向中国发出一个信号 但是路透社报道说 由于一些国家政府害怕北京当局经济报复手段 这封信不具备正式的官方名义 另外来关心日本饮料商宝矿利 日前传出疑似支持香港的反送中行动 突然是抽走在香港无线电视台TVB的广告 引发中国网友的强烈不满 要求宝矿利滚出中国市场 香港前特首梁振英也呼吁全国消费者 要来抵制宝矿利 而这一连串的反弹效应也到了娱乐圈了吗 中国女子团体GNZ48所属公司 今天就发表声明表示 立即中止与宝矿利水德的全部合作 对此宝矿利饮料制造商香港大种制药 昨天晚上在脸书上发表声明来致歉 不过并没有说明致歉的具体原因 综合媒体指出 官方香港电台晚上引述TVB发言人证实 最近因为经济情况以及政治事件 少数广告客户希望押后在该台的宣传计划 宝矿利就是其中之一 全国政协副主席同时也是香港前特首 梁振英昨天晚上在脸书上发文指出 中国官方微博上则是出现大量网友留言表示 支持港独的勤滚 并且要求该厂商滚出中国 而与宝矿利水德合作的中国女子团体 GNZ48所属公司发表声明表示 我司以及旗下艺人 始终坚定拥护中国政府制定的各种国策 坚决反对一切影响国家与平安的行为 并且将立即终止与宝矿利水德之间的所有合作 以及撤除相关的合作影片 昨天晚上宝矿利水德香港脸书官方专页上 发出母公司香港大种制药简短声明 表示我们诚挚的为9日的回应所带来的不便 表示歉意 但是没有具体说明道歉的原因 也没有解释7月9号的回应指的是什么 对于大种制药的声明 有网民在社交平台留言 认为这家公司跪低及投降 也有网民认为 也许大种暂停在TVB的广告计划 原本只是商业决定 不是表态支持某些理念 中国是在等美国总统川普下台吗 美国之音报道指出 针对中美贸易战分析人士说 如果中国是在采取托的战略 希望等到美国明年的大选 等到对中国更加友好的新总统上台 来获得一份更好的协议的话 那么中国恐怕是错估了美国政治风险很大 来看看 美国之音指出 美国知名智库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创始人 伯格斯腾 昨天接受美国之音记者采访的时候表示 对于有人认为 美中两国达不成协议的原因 可能是因为中国并不想达成协议 希望可以拖到明年的美国大选 等着川普下台 好与美国新一届政府打交道 伯格斯腾认为这对中国来说会是个有风险的战略 首先川普能够赢得选举会有另外的四年 纵使真的换人当总统 可能会有不同的风格 使用不同的办法 但是在美国呢 有一种比较广泛的共识 那就是包括民主党人 认为中国确实有问题需要解决 伯格斯腾说 如果中国推迟或者是希望避免采取负责任的手段 只会让问题变得更加糟糕 伯格斯腾的同事 同时也是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总裁亚当波森也说 等待下一位总统的出现 对欧盟以及墨西哥来说 可能会有道理 但是对中国是行不通的 他认为会谈不会有结果 在未来的某一天 因为技术与投资 贸易战还有可能会升级 不过中国驻美国大使崔天凯 5月份在接受福克斯专访的时候表示 中国并没有这样的想法 一起来关心中国简报 自由时报指出 享有赤脚律师美誉的中国维权人士纪斯尊 昨天传出罹患肠癌过世 他生前经常为弱势族群提供法律意见 甚至免费为他们撰写诉状 这让纪斯尊变成中国当局的眼中钉 曾经被秘密关押并且在狱中罹患重病 近期才因而获释 但是他出狱之后 当局一直严防外界与他接触 强逼家属签署相关的委托书 在祭斯尊死后又迅速火化他的遗体 让外界不免揣测 他的死亡另有隐情 外界再度怀疑他也是被离癌的受害者 中央社指出 日前中国微信群广传三峡大坝发生变形 并且可能溃提的消息 当中复的谷歌卫星图显示 坝体有明显扭曲 中国随即发动澄清战 有说谷歌卫星图场景是有偏差的 也有说大坝处于正常的弹性状态 多家官媒近日来是努力的澄清 三峡大坝也在官围上拉游客来背书 表示游客一致谴责造谣 力赞三峡大坝固若金汤 要为祖国点赞 综合媒体指出 香港一传媒集团创办人黎智英 昨天与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博尔顿会面 讨论有关香港以及中国议题 黎智英向博尔顿谈及反送中抗争 恳请他尽量以行动来支持香港人 并且请求美国政府发表言论 支持与鼓励香港年轻人 彭博分析文章指出 黎智英是香港民主倡导者 并不是政府官员 他本周先后是与彭斯 彭佩奥 博尔顿以及三位共和党参议员来会面 而且还合照 这样的安排实属罕见 似乎是刻意发出川普政府支持 最近香港抗议活动的信息 但是这却引发北京的强烈不满 向美国提出严正交涉 要求美方立即停止错误言行 在中美重启贸易谈判之际 美国副总统彭斯 昨天再度针对宗教自由 以及贸易问题批评中国 他表示将在下周召开部长级会议 商讨包括中国在内的宗教问题 又强调中国必须改变 并且解决多个结构性问题 包括强制技术转让 知识产权等等 他明确表明中国必须改变 而且愿意向前迈进 他相信中国透过加入国际大家庭 将会在广泛的问题上取得进展 香港逃犯条例修订争 引发连日示威 当中造成多场警民冲突 早前多名艺人包括谭永林 钟正涛 梁家辉等等 表态支持港警执法 陈百祥今天也到警察总部 为远警来打气 他说对远警在艰难的时间 以及趋入的情况之下 依旧是保持专业精神 深感佩服 他向远警来喊话说 所有正常的市民都会继续支持你们 在场的远警拍掌欢呼 好 那么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 如果喜欢的话 欢迎按赞分享 也欢迎来订阅我们的明镜电视 谢谢您收看 我们再会 今天大新闻 今天事件惊人之雨 多人互动 放马交锋 请锁定明镜伙拍YouTube频道 有位时间每晚九点 北京时间每早九点 每天都有新节目 每周都有新嘉宾 今天大新闻 一周七天 每天不放过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